原本計劃也是五場 我們一個計劃好的 但是還是有變化 所以也是個五場 慈激之公會這麼說 是因為原本規劃好的六場 幸春祈福 因為疫情只剩下一場 大家格外珍惜 曾罹患大腸癌的 慈激之公黃賢賢 現場分享她的抗癌心得 細說面對五場境遇 如何將煩惱轉菩提 人生轉機 癌症身心靈療法 那我聽了之後 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很有希望 這個不是絕症 只要我把我的情形 給管理好 那我就會活下去 看著螢幕上播放的 慈激大賬金 眾人感恩過去的平安 也齊祝善念共振 疫情不再 天下無再隨隨念念 離開會廠前 志工分送付會紅包 期許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恢復 往昔的新善日常 答案新聞 這是美志工 馬來西亞綜合報導